第28课 标签空间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空间在写软件的过程中可能需要经常的使用 因为今天讲的这个标签空间的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显示使用者不可以直接编辑的文本信息 将来我们的软件窗体上肯定的需要显示一些文本 如果这些文本信息不希望使用者可以自由的编辑的话 那么选用标签空间将变得十分的合适 我们双击为当前窗体添加一个标签空间 它当前文本显示的内容为LABELE 下面运行 我们会发现运行后 标签空间上所显示的内容不能够被用户直接的进行编辑更改 那么呢这样这种形式的文本信息对于我们将来软件开发过程中肯定的会经常的去使用到 今天呢我们对标签空间的使用方法进行介绍 我不可能一一的罗列它的每一个属性 以让大家学习 我仅仅需要挑出大家就当前而言 就以后而言可能经常要使用到的一些属性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看标签LABL空间的第一个属性 我们需要知道CAPTLN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将决定标签空间上显示的文本内容是什么 需要大家注意 在编程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标签空间的这个属性来设置 或者是获取当前标签空间上所显示的文本信息值 当前呢我们先把它的这个属性设定的值为 今天 这样标签上所显示的文本内容为今天 我们添加一个按钮 为按钮添加点击实践 当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执行什么代码呢 我们通过代码 要更改这一个标签空间的这一个属性 首先是标签空间的名称 也就是用专业的名词角 名词角就是对象的名称 我们看一下标签空间的名称为LABEL1 我们解LABEL1 这是标签空间的名称 点 它的哪一个属性呢 CAPTLN属性 赋予它的一个新的字符串值是什么呢 是明天 那么这一行代码的概念 就是将LABEL1 这一个标签空间的CAPTLN属性 赋予一个新的值明天 下面运行 默认情况下 当前它的这一个属性值为今天 所以标签空间上显示的文本信息为今天 当点击按钮后 激活点击事件 触发点击事件 执行这一段代码 这一段代码将把这一个标签空间的CAPTLN属性 变更为明天 因此 既然它的这一个属性的值为明天 那么我们在软件界面上 看到的这一个标签空间上所显示的文本信息 它就应该变更为明天 这是第一个 设置 我们看获取 我们声明一个变量 变量的数据类型为字符串类型 然后变量中赋予一个新的值 这个值不是一个普通的值 而是LABLE这一个空间的CAPTLN属性 通过这种形式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这一个空间的当前的 它的这一个属性的值 从而存储到字符串变量爱中 然后我们再弹出一个消息框 打印出变量爱中的值 看是不是今天 我们运行一下 爱中存放的值为今天 也就是LABLE这一个标签空间的CAPTLN属性值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属性 用来设置返回标签空间上的文本内容 我们看第二个属性 AUTO SICE属性 我们会发现在编写代码 或者是设计软件界面的过程中 一旦标签中所显示的内容 如果过多的话 超出标签空间的尺寸 那么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放入很多文本内容 当超出空间的尺寸后 那么呢 超出的部分将不被显示出来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或者是我们通过拖拽鼠标 控制标签空间的尺寸 使其拉长放大 能够足够的显示 其内的所有文本内容 或者是通过编程的形式 来动态的更改 这个标签的尺寸 以显示出全部的标签中的 CAPTLN属性值中的 所有文本内容 这是一种方法 看当前就全部显示出来了 但是这种方法 可能有些费力 有没有一种比较自由的方法 有 通过设置 对应的标签空间的 AUTOSSE属性 默认情况下 这个属性的值为FALTH 也就是说 标签空间的尺寸 将不随其内所显示 文本内容所占据的空间的大小 而发生改变 如果一旦把它设置的值为处 那么标签空间的尺寸 将随其内文本内容显示的 所占据的空间的大小 而自由的发生改变 在这种时候 里面无论放入了多少文本 那么呢 标签空间的尺寸将随之 用来显示文本内容的需要的空间 而自由的发生改变 我们看 如果里面放入的字符比较少 那么标签空间的尺寸将自动的缩小 如果里面的字符要放入的字符多 那么呢 标签空间将随着内容的增多 而自动的自适应大小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用担心标签空间 显示不全其CAPTLN属性 所指定的文本内容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在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固定标签空间的尺寸 无论里面内容 显示的内容 怎样发生变化 我们都不希望 这个标签空间的尺寸 发生改变 那么这种时候呢 你就可以通过代码 或者通过设置 把它的这一个值 设置为FALSE 这是这一个属性 通过这个属性 将决定空间 是否自动改变大小 以显示其全部文本内容 我们看第三个属性 BACKSTYLE属性 这一个属性 是用来控制标签空间的背景 是否透明 默认情况下 是不透明状态 我们看一下 找到这个属性 在这 默认直为1 不透明状态 如果为0的话 那么背景将处于透明状态 我们这样更改 你会发现 显示的效果 不会非常的明显 我们先更改回 默认的值 不透明 我们可以先点选窗体 然后在窗体的属性面板里面 找到它的BACK COLOR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 用来控制窗体的背景颜色 我们为其选择 一个固定的背景颜色 比如为绿色 这时候你会发现 窗体的背景颜色 变成了绿色 而标签 这一个标签空间的 BACKSTYLE属性的值为1 也就是不透明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 标签的背景颜色 该是什么颜色 就是什么颜色 但是如果一旦 我们把它的这一个属性值 设定为0 也就是透明状态的话 那么我们会发现 它的背景将处于透明状态 也就是说 背景透明后 窗体的背景 将充实到标签不显示 文字的区域 当然 这一个属性 我们也可以通过代码的形式 对其进行设置 或者是返回 我们主要是谈下设置 至于返回呢 包括这一个属性的返回设置 它的方式和我们讲第一个属性 所演练的代码非常的类似 我们呢 针对于这一个属性 主要是讲它的一个复值即可 大家看一下 下面呢 我在窗体内添加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 点击后 标签背景 变为不透明模式 点击第二个按钮后 标签背景 变为透明模式 我们先为第一个按钮 添加代码 既然是控制 这一个标签空间的属性 那么呢 我们知道 这一个标签空间 它的名称为 LABLE LABLE 它的BACKSTYLE 属性的值 为1的时候 我们看 我们看 它的含义是不透明 这样执行这一句话后 我们将更改这一个标签空间的 BACKSTYLE的值为1 也就是使其背景不透明 当点击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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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2后 触发按钮2的点击事件 执行的代码为 LABLE 它的BACKSTYLE属性的值为0 也就是使其处于透明状态 下面呢 我们运行一下这段程序 看是否是我们意料到的 运行后 点击第一个按钮 其实默认它的背景就是不透明状态 点击第二个按钮 执行这一段代码 更改它的背景透明控制属性的值为0 也就是使其背景透明 点击后 标签背景变为透明状态 这时候 如果我们获取它的这一个属性的值的话 获取到的应该是0 我们再点击第一个按钮 触发它的点击事件 执行这段代码 把它的背景透明控制属性的值 改回为1 也就是使其不透明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获取这一个标签空间的背景透明属性的值 我们会发现它的值为1 这是这一节课的内容 通过这简短的介绍 我们可以应对一般性的 针对于标签空间的编程工作 第28课完毕 Over